新华社华盛顿5月8日电记者刘晨朱东阳美国总统特朗普8日宣布,美国将退出伊核协议,并重启因协议而豁免的对伊制裁。 分析人士认为,特朗普不顾国际社会,反对执意退群,意在履行竞选承诺,美国的离开令协议前景难测,特朗普挑了协议那些次,特朗普当天下午在白宫发表讲话,称伊核协议是一项糟糕的协议,他说,这一协议对伊朗发展核项目的限制很弱,却令伊朗得以免于制裁。 他表示,协议为限制伊朗发展单道导弹项目,也为限制伊朗在中东地区制造不安的活动。 此外协议中有关伊方在协议失效后,可恢复由龙所活动的日落条款也不可接受。 对于美方挑出的这些次,伊朗方面此前已进行过多分驳斥,认为伊核协议是伊朗向世界的保证,即伊朗无意发展核武器。 但伊朗也不会就国家防御问题与他国谈判,伊朗完全有权发展防御性弹道导弹。 同时,伊方坚持伊核协议,不可重新谈判的立场,为说服美国不退出伊核协议。 因法德三国此前曾提出修改协议,并将美方主要诉求涵盖其中,但并未得到特朗普的积极回应。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上天罕见地在社交媒体上发表长文,指责特朗普退群行为是一个严重错误,认为伊核协议自实施以来有效遏制了伊朗核武器发展,且协议关于禁止伊朗拥有核武器的限制是永久性的。 美国退群算意外吗? 分析人士认为,特朗普此次宣布退出伊核协议并不令人意外,增身于伊核协议谈判工作的美制裁领域专家理查德·奈菲尤对新华社记者表示,特朗普自总统竞选期间就指责伊核协议,称这是奥巴马政府的重大败笔。 今年1月,特朗普在延长美国对伊核问题的制裁或免期时,将5月12日定为修改伊核协议的最后期限,并扬言如果近时没有令他满意的修改方案,美国将退出伊核协议。 奈菲尤认为,特朗普一直想要退群,以兑现竞选承诺,但他迟迟没有行动,是因为2017年积木聊团队中有前国务卿蒂勒森,国防部长马蒂斯与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迈克马斯特等人,而这些本舰派不赞同,他在没有备选计划的情况下贸然退出。 如今,随着蒂勒森与迈克马斯特,在今年早些时候先后去职,新任国务卿蓬佩奥与国安事务助理博尔顿又军书对伊强硬派人物,特朗普此时宣布退群。 伊朗仍将暂时留在协议中,并将与协议其他各方磋商。法国总统马克龙,英国首相特雷沙梅,德国总理默克尔,8日发表联合声明,对特朗普决定退出伊核协议表示遗憾,并表示法应得三,国将留在伊核协议并决心保证协议的落实。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美国宣布,将退出伊核协议表示严重关切,敦促协议其他参与方全面履行各自承诺,敦促联合国其他会员国支持该协议。 中国中东问题特使龚小生,8日访问伊朗时表示,中方认为伊核协议应当继续坚持,应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各方分歧。 分析人士认为,美国宣布退出协议,并重启对伊制裁,无疑让协议前景令人担忧。 但究竟如何,仍需要看有关各方下一步如何应对。 准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